你知道每两名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人的胆固醇偏高或超标吗? 大家好,我是柳文华医生,百惠东岸医院心脏专科医生 高胆固醇会导致动脉中急剧沉淀物 这会使动脉变窄并限制血流,最终导致心脏病发作和中风 但别担心,有办法可以降低患高胆固醇的风险 大约75%的心脏病爆发患者都有高胆固醇的问题 导致高胆固醇的因素包括饮食不良、缺乏运动、肥胖和遗传等 富含饱和脂肪和反噬脂肪的食物会显著增加胆固醇的积累 您应该经常运动锻炼身体,注意饮食 尽可能选择低脂食品,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取 例如选择低脂牛奶,而不是含有大量饱和脂肪的普通牛奶 使用植物固醇也被证明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植物固醇是天然存在的植物化合物 他们通过阻止肠道吸收胆固醇来降低血液中一个坏胆固醇 研究显示,每天摄取约2克植物固醇,可降低约10%的坏胆固醇 将植物固醇纳入饮食中,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改善心脏健康的方法 蔬菜、水果和坚果都含有植物固醇,但其含量太低,无法满足你的日常所需 您可以考虑使用添加植物固醇的食物